下面把时间交给北冥女士 北冥老师是很著名的一个林美作家 她的文字 她的报道 很多东西是写得非常深入人心的 所以我觉得她对很多问题是有很多思考 今天她的这个演讲也是从一个很独特的角度来谈 对于苏联多问题的一些深入的思考 她的演讲的题目是苏联解体过程中的精神现象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是非常好的一个题目 好 我们下面有请北冥老师 谢谢蔡霞教授 能听到我吧 能听到 我原来是说30分钟 后来又变成40分钟 刚才我又注意到这个表上是30分钟 所以我必须得非常快的说 尽管这样我在这个开始我这个话题 苏联解体的精神现象之前 我有一件小小的消息 要在这借这个机会宣布一下 香港支持中国民主联合会 在中共的这个国安法之下被迫解散了 支联会不久是1989年之后 每年烛光晚会纪念八九的那些死难者 为大陆那些发不出声音的人来发声 而且八九六四的流亡 他们也是八九六四的流亡者的 这个营救者 接纳者 提携者 帮助者 八九六四是八九的流亡呢 为什么重要呢 他是继四九 1949年民国知识精英大批流亡之后 近代史上第二次精英大流亡 仅我所知 中国最高研究机构的 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所所长 马列所所长 文学所所长 中国最早最大的四中公司 包括赵紫阳的这个改革体制改革所 这些精英人物都流亡了 这些人的接纳就是香港支联会在香港 跟黑道白道两道一块帮着接纳出去 而且帮着安顿生活的 所以呢 本人北明也是他们的这个 他们那个行动叫做黄雀行动 就是营救中国大陆的逃亡者 八九的逃亡者 北明也是黄雀行动的受益者 而且港支联的这些领导集团 都是我敬重的朋友 包括已经过去的司徒华 还有李卓仁 刘千石 张文光 朱耀明牧师 尤其是何俊仁大律师 我的书架上现在还放着 何俊仁当时送给我的一套 新儒家学说的那一套丛书 所以呢 我今天要在这说什么呢 我是想借这个机会 在这宣布一个小消息 北明为了纪念 这个坚持了32年的 这个光荣的港支 香港支持中国民主联合会 这个组织的解散 我为了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 和对他们的纪念 我今天绝食了一天 到现在到大概 明天早上就是一天了 好这是我要 如果这消息不宣布 是没有意义的 我也没有时间写 我也不会写新闻 所以我宣布一下 希望这个能播出来 我希望港支联的朋友 能够看到 至少有一个人 我知道有很多人 都记着他们 好我现在开始我这个演讲 题目苏联解体的精神现象 汤英比说过一句话 所有的历史 当他除去外壳之后 都是属灵的历史 今天程晓农博士 我认为他是海外 还有何清莲女士 他们是海外顶尖级的 经济学家 社会学家 政治学家 晓农今天讲到一个 他观察了这么久 研究这么深刻 方方面面面面俱到 他有一个结论就是 要进行社会 什么转型 实际上他这个社会 讲情我听了半天 他的意思是 价值观念和道德 标准的重建 也就实际上 就是心灵的重建 那今天我这个 我觉得小农的研究 已经很深入了 但是呢 还有一点 可能是盲点 没有注意到 或者没有看到 那我今天提供的这个仅仅是一个苏联解体的一个横截面 一个横抛面 一个小小的横截面 但是这个横截面 我知道是没有 迄今为止 我知道是没有人知道的 前一阵子跟大陆的这个学者 秦辉教授 他听到的这些消息之后 他听到我这个这些内容之后 他也说他从来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报告 我先念一段文字 大家听一听猜一猜 这是什么文字 是做什么的 当我国在经济 这段 在经历这段艰难痛苦的过渡时期 拥有正确的灵性和道德观念 对确保我们能够面对挑战 处理民事冲突 防止道德基础崩溃 和防止道德标准降低 十分重要 基督教组织遵循基督教伟大的教导 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我们知道 你们基督教团的角色 你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并于其他的国家 包括我们这个联盟建立友好的关系 因为这样的了解 我们写这封充满兄弟情谊的信 和合作精神的信 我们深信我们人民和你们的人民一样 都拥有同样的追求 我们都追求人道 清除腐化 并追求我们两国人民 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彼此相爱 我们委托著名的基督教徒领袖莫格里斯 作为我们的特使 把我们的意愿合作和互助的心意 带给你们的基督教组织 我们希望建立道德观念 发展慈善机构和公民组织 我们愿意协助美国基督教代表团 与苏联 我已经把这两个国家说出来了 这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 向美国发出的一个正式邀请 我们愿意协助美国基督教代表团 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领导人 签署这个是什么时候发出的邀请信呢 这是19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实际上就是819苏联当局发生的政变 这个大家大概都知道这个情况了 简单的说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呢 引起顽固派为了保护苏共的利益集结起来 签署了一个苏联领袖宣言 宣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 并以苏联内部恐怖分子为由 他们成立了一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下令武装部队接管国家政权 同时软禁了在黑海度假的戈尔巴乔夫 这个政变呢几天就被挫败了 苏联但是还没有解体 就是在这个时候 苏联苏维埃最高的主席团 向美国发出了这样一封正式的邀请犯 实际上是求援信 美国组成的这个基督教友好使团呢 一共有19名成员 这19名成员不仅是基督徒 他们是美国各行各业的精英 他们有电视传媒人士 教育家律师出版商 俄国问题专家牧师 商业企业家宣教机构的领袖 社会工作者等等 他们访问的时间就是苏联政变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 就是1989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7号 那个可是呢 情况也是非常紧急 就是虽然戈尔巴乔夫允许跟他们见面 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当他们到了苏联之后 这个苏联会变成什么样子 谁现在掌握着核武器 谁在印钞票 而且他们在苏联的期间就发生这样事 中央银行没钱了 几天之后第二大共和国宣布退出联邦 接着医生们宣布 我说我们没钱了 莫斯科最好的医院过几天之后就关门了 而且犯罪率在急剧的上升 就是这样 这个苏联当局呢 向自己的冷战的敌手 国家发出正式的邀请 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个消息我知道一直没有任何人知道 我是通过基督教的 以及这个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写的一本书 多年以前我才看到 而且那个时候看到我都没有引起注意 那个时候关于精神层面 信仰层面 心灵层面是一个盲点 我们不把眼睛往哪看 所以这么多年之后 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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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积面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说这个事情啊 其实苏联的解体呢 在历史上 在人类历史上 任何一个强权帝国的解体 都没有比苏联这个红色帝国的解体 更令人错愕的了 无论是西罗马帝国的解体 还是近代德意志帝国的解体 奥匈帝国的解体 奥斯曼帝国的解体 包括俄罗斯帝国 就是彼得大帝的俄罗斯帝国的解体 那些解体都是在战争血腥暴力和动乱中解体的 唯有苏维埃红色帝国的解体 是在经济形势虽然严峻但完全可控 政变也已经平息 政治大局已经稳定下来 而且没有外敌入侵 也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突然悄然安静的和平的解体 而且解体的如此的迅速 在这个四个月期间 就是解体的这四个月期间 不到四个月 没有放一枪一炮 没有截头暴力 没有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没有触觉行动 所以这个苏联 美国跟苏联冷战了四十年 天天盯着苏联 就盼着苏联这个政权解体 等到解体的时候 我就举一个例子 他多么令美国人惊讶 就美国冷战时期 小农也提到了 这个是美国战略的制定者之一 坎农 他一连用了四个词 来描述苏联解体 给美国的带来的冲击 第一个词是 很难想象 第二个是 奇怪 第三个是 令人吃惊的 第四个词是 不可解释的 这个是 这个多年之后 2011年 这很多年之后 2011年 美国外交杂志 刊登美国企业研究所 俄罗斯 研究主任 安来的文章 他在检讨苏联解体 原因的时候 他用的标题 干脆就是 苏联解体 你所知道的一切 都是错 所以 这个解体 不光是中国领导人 感到惊恐 中国领导人的惊恐 那是 我们都是看得到的 王高先生 在世的时候 在凤凰卫视大讲堂 检苏联帝国解体 把三位主持人 连续的都 都开除了 江泽民先生 气得够呛 就干了这么一件事 三个主持人 我现在就不说 他们的名字了 那 那习近平先生 是说 这苏联解体 苏联竟无一个是男儿 军队居然不站在 不站在这个党的 不听党的指挥 所以 这个自由世界 自从苏联解体 从政治经济 甚至文学 历史 人物 社会 研究这个解体 研究了很多 但是极少有人 从精神和信仰层面 研究苏联解体的这个原因的 但是我们注意到 从保守主义者洛克开始 一直到这个 美国的民主 波克维尔 一直到 美国的国父 亚当斯 都论述过 一个国家的民情 就是小农说的 他用的是另外一个语言 就是价值观念 和道德观念 对于一个国家的 这个民主化和文明化 我不说民主化 我现在是 政治文明化 对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化 有多么重要 这就是前人 已经解决过的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中国 是一个 往后里说是 多神论国家 往后里说是 无神论国家 从此说是 不知生焉之死 不知死焉之生 或者是 近鬼神而远之 他是要远之 他不谈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这样一个 非常世俗化的国家 我们从学者到领袖 到民间 基本上 在精神层面 在信仰层面 是一个很大的盲点 包括我自己 所以 我希望呢 我自己不是基督徒 我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 来 阐述这些问题的 我希望这些问题 能够进入研究者 和学者的视野 要知道 我们就是要知道 有这么一件事情 是什么 要知道 那这个 这个苏联代表团呢 这19名成员 接到这封信 他们组成成员之后 他们到了苏联之后 依然觉得这个事情 不可思议 他们依然有一种阴谋论 他们依然认为 这可能是苏维埃 什么最高领袖集团的 一个什么阴谋 就是要做什么事 所以他们是战战兢兢去的 所以当他们坐在那里 听这个 听这些领导人在说 比方说 这个说 苏联的领导人说 我们必须说明的是 我们国家 为了我们国家的长期安全 基本跟你们基督徒 坐在这开会 跟这个是 比那些 跟那些国家元首 坐在一起 开这个核武器会议 更重要 对我们的人民而言 基督教的信仰 对我们的安全 有更大的贡献 当他们听到 这些话的时候 他们就不相信 他们坐在他们身边 那一对 懂 懂俄文的夫妇 就问 这翻译 是不是翻译错了 这种事情 在他们的这个 会见当中 是屡次发生 所以呢 这个实际上是 确实是不可思议的 外界完全没有意识到 苏联的解体 他的这个地下层面 是怎么样的一种地震 那我现在的时间不够 我尽量快点说啊 就是首先是 克格勃的人事副主席 克格勃的头 他带给这个代表团的 这个震撼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是惊人的事情 你们正在帮助一个国家 开始一场基督教改革运动 帮助我们的政府转向上帝 你们如同投入水中的石子 所泛起的涟漪 会让别人容易去跟随 然后他还说 政变发生的时候 就像是基督死而复活 我们的总统死了 但又活不来了 那一瞬间 我好像走完了我的一生 在那动乱的一刻 我竟然感受到一种 出乎意料的平安 我甚至没有想到 我还带着枪 然后他还说 如何将和平与安宁 带给人民 是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 我们要跟你们携手 一同与邪恶的势力作战 他又说 在苏联我们已经意识到 我们太久忽略基督教信仰了 1991年8月的政变告诉我们 这个国家可以落到什么样的地步 74年前我们就开始瓦解政权 而今天我们又以政权瓦解告终 多年来我们摧毁了很多价值观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你们对KGB就是克格勃的工作 一定耳熟能详了 但是现在那些工作我们已经终止了 我们也重新改组了 我们将原有的职权给了其他的人 当时这个美国代表团的这些人听了这个话 他们已经有些人就知道这个讲这个话的 KGB的这个副主席在政变之前就是苏联的空军军官 他就是在政变期间自己飞着飞机到戈尔巴乔夫那去救戈尔巴乔夫的那人 他现在已经任职KGB的副主席了 这他自己就是一个见证 就是KGB现在已经开始开阻了 但是他下来的话还是让人觉得 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匪夷所思 他说我们是有悔改能力的 我们不仅考虑悔改 人民必须回归正确的信仰 没有这样真诚的悔改 政治问题不能解决问题 这就是我们要背负的十字架 我有20年党龄 我是共产党员 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宗教分裂人民 但是现在我看到的恰恰相反 只有爱上帝才能既团结又统一 我们应当将传教士的角色和马克思主义 关于人在哀恶时事 不能欣赏生活的教导结合在一起 对我们来说 这传教士的角色在目前优为关键 所以美国这个代表团坐在KGB的大楼里 听到这些话 他们听到这个共产党的KGB的官员 居然说什么传教士的角色 说背起十字架 说悔改 他们就再度觉得是翻译错 他们觉得这个宗教禁区里头 怎么出现了一个神学院的学生 所以他们就又问他们那一对夫妻 说是不是翻译错了 究竟怎么回事 但是没错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事情充分的证明 就是俄罗斯的苏联的解体 有一个巨大的秘密 连他们的敌手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 但是如今我们实在是应该 当谈到这个一个解体的资源的时候 不仅有思想资源 有信息资源 有知识资源 有历史资源 还有一个资源是极其重要的 就是精神资源 这个资源是最重要 是最重大的 在关键时刻是让莱比锡的烛光 能够打败那枪声 是让东德的政府能够不开枪 是让东德的军警能够放下枪 这是一个巨大的力量 它是掩藏在人的心里和地面之下的 所以这就是这个话题 我今天要说的 我接着往下说 卢比安卡的第一次祷告 卢比安卡是苏联国安局的这个KGB所掌管的 也就是苏联的这个古拉格群岛 是一个巨大的监疫系统 这个古拉格群岛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们害死大概1000 保守的估计是1000到2000万 中级的估计是6000万到7000万 跟中国60年饿死的人相当 那么就是在这个KGB大楼里头 卢比安卡的人在这里 在列宁的向下 这个使团呢 他们就逐渐的看到这些情况 就打消了疑问了 那么这个祷告是怎么发生的呢 基督教改革宗教会的电视传播人 这是美国的尼德汉 他对这个这个斯托亚托夫 斯托亚托夫就是这个这个KGB的这个副主席 他说他说将军 他说我们很多人都都读过 索尔仁琴的古拉格群岛 我们还有些人在那里丧失的亲人 你们当局有责任管理那个监狱 也就是说这个罪是你们犯的 你们怎么交代过去的行动 你们又将怎么做出悔改 他这个问题一出来 把所有的成员 美国的成员都吓了一跳 因为那还毕竟是一个外交场合 没有人想到要提这么尖锐的问题 但是斯托亚托夫回答说 没有忏悔就不能带来改革 现在是痛改前非的时候了 我们曾经触犯了十届 今天我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所以呢接下来呢 代表们就问这个KGB 和苏联的东正教之间的关系 斯托亚洛夫就坦然承认 他们曾经利用神父做密探 在重要的神职位置上 安插KGB的人员就假装是神父 而且他表示他们正在肃清 这样滥用宪法的政府行为 那么这个代表团的这个英文翻译 是年纪70岁的纪诺维奇 他是71岁就逃离了斯大林的恐怖恐制 他移民美国 他已经在美国62年了 他在美国干的一件什么事呢 那就像北明干的事一样 就是抗着干扰 以他的母语向他的故国 做基督教的传播 基督教的节目 当然我不是做基督教的 我是传播事实的 他做这个事情已经有46年了 他收到过很多他的故乡的来信 那苏联人很多基督徒呢 他就了解苏联很多的基督徒 是因为信仰受迫害 受逼迫受打压 所以大半个世纪以来呢 苏联人民的苦难呢 他除了广告 他只能祷告 他除了广播只能祷告 那么他呢就被这个KGB的这领导人的话 就深深的震动了 他就对这个基督徒斯托亚洛夫说 他说将军 你们的组织让我的家人深受其害 我本人也不得不背井离乡 我的叔叔被送到西伯雷亚集中营 再也没有回来 他说我不知道如何表达你刚才那一番话 带给我的触动 我的心被胀得满满的 他说将军你说要忏悔 基督教教导我们 如何对此做出回应 他的回应就是他走上前去 拥抱了这个克格勃的这个领导 然后他说在基督里我原谅你 这是基督徒们经常说的一话 在基督里我原谅你 然后呢 这位基督教的这个福音派的基督徒 他就拥抱了这个斯托亚洛夫将军 这个场面是极其极其罕见 因为人类的人们的灵魂和灵魂的碰撞 是人之间最深刻的接触 不管你是谁 所以呢 这种接触呢 他只有借助祷告才能完成 所以他说我们除了祷告还能做什么呢 所以克格勃的官员和美国的使徒呢 就共同完成了这次祷告 由苏联最高当局委托的美国特使莫里斯 带领在克格勃的办公大楼里 在吉尔仁斯基 吉尔仁斯基我们都知道是克格勃的创始人 还有列宁的画像之下 这两组人 两组敌对的人低头祷告 而且是为这个克格勃的引导人祷告 次日有800万份发行量的苏联的消息报 以头版头条位置 报到了这次克格勃的造访 以及这会谈的真实情况 标题就是卢比安卡的第一次祷告 这个卢比安卡第一次祷告呢 当然是震动了苏联 接下来我们看看苏联当局是怎么样转向基督教的 苏联当局转向基督教的这个 回归的这个回归基督教的这个决心呢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啊 首先是他们破天荒的这个邀请 而且呢 是在国家大变局的时候邀请 而且他们呢 是给的这些基督徒的代表成员是最高代 这个邀请之所以特殊 我们一回忆历史就会知道了 当年彼得大帝为了强国 邀请的是欧洲的科学家造船家 一些医学家 帮助推进这个俄罗斯的器物现代化 到了列宁时代粮食饥荒 他们邀请的是美国的这个慈善家 企业家给他们提供药品和食品帮助 那二战时期斯大林他们期待的是美国的军事援助 是租借法案对吧 然后呢到了1917年革命以来最剧烈的地震 那个时候他们都干的是这些事情 但是当苏联当时国力还依然很强大 经济状况也不是很糟 他们邀请的是 他们邀请的是道德 道德精神信仰的代表团 这是第一个就是苏联当局转向基督教 第二个证据就是 这个他们给了这个代表团最高的待遇 这个我就不说了 他们接见的都是戈尔巴乔夫最高的领导人 然后是他们去了真理报 他们去了KGB 他们去了社科院 去了记者基督部 戈尔巴乔夫夫人文化基金会等等 参观了医院等等 他们的这个待遇都是最高级别的 第三个苏联当局在他们到访期间开动了 全力开动苏联的最高的宣传机构 全程跟踪报道这个代表团的所有行程 从机场隆重的红地产欢迎仪式 一直到监狱的这个参观 从大到小 第四个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 卢比安卡的第一次祷告 那一天是1991年的10月30号 我们一查就会知道 这一天是苏联当局有史以来的第一个 政治压迫受害者纪念日 他们把那一天 苏联当局把那一天定为 苏联国家政治压迫受害者纪念日 我想再没有比这个表达出更多的诚意 那么第五个呢就是美国代表团的成员的感受 也可以说明问题 他们本来去的时候呢 他们是想借这个机会争取获得苏联官方的准可 准许促进在苏联的宗教的传播和研究计划 结果他们发现并不是他们想利用苏联当局来传播宗教 而是苏联当局要利用他们更多的借助他们来开启在苏联的基督教的时空 那么这个问题我谈完了 接下来一个问题我谈一谈 我还有几分钟 已经烧失了 还有四分钟 还有不 还有十分钟 好吗 好 十分钟 苏联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 我们都知道 格尔巴乔夫的他的思想 我们都知道他是公开化 他也说过历史会迟到 历史会惩罚那些迟到者 他的改革的思想是非常鲜明的 但是他的另一面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这个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外交杂志 这个我刚才提到的美国的苏联专家 他的文章里 他写过 他提到的就是这个 他是俄罗斯研究的 俄罗斯研究主任 安来 阿伦 他在苏联结底 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他在这篇文章里头 他陈述了格尔巴乔夫 他认为他研究之后 他认为格尔巴乔夫的伟大事业的核心内容 无疑是理想化的 他希望建立一个更有道德的苏联 更有道德的苏联 他没有说建立一个民主的苏联 当然这都是不用说的 但是最最深刻的 他想建立一个更道德的苏联 而且他的文章写到 尽管他们祭出的是改善经济的旗帜 但是毫无疑问 格尔巴乔夫和他的支持者们 着手改革最先的切入点 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道德问题 他们在苏联的改革初期 公开讲话的内容 现在听来只不过是他们对苏联 斯大林时期所造成的精神沦丧 和意志腐蚀所感受到的痛苦 于是就像任何一个 起初革命的状态一样 他们开始绝望的寻找一些 伟大问题的答案 伟大问题的答案 幸福有尊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 是由什么构成的 一个体面的合法的国家 是什么样的 一个国家与民权社会的关系 应该是什么样的 尔巴乔夫1987年1月的 中央委员会上说 新的道德风尚 已经在我们国家内部逐渐形成 他宣称公开和民主 是他的苏联社会改革的根基 他后来说 我们已经开始重新评判道德 展开创造性思维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必须彻底改变生活 必须完全摆脱以前的错误行为 他称此为道德立场 这我认为就是刚才 程晓农博士所提出的 社会转型 或者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的重建 这是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的 戈尔巴乔夫在1978年1月的 中央委员会上也说 新的道德 不是这个人说错了 阿伦也引述当年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头 他也指出 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是对价值体系的重新思考 记住价值体系 小农先生是研究经济 研究社会 研究各个转型 输入的价值和本土价值 他到最后他提出了这样一个 无人能够解决的问题 就是他的话是社会转型 实际上是精神 精神和道德的转型 价值观念的建立 那么他说呢 他的结论 这个阿伦的结论就是 正是与此同时 对自尊和骄傲的道德诉求 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金 和道德质库中 质库中脱身而出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 掏空了强大的苏联帝国 让其丧失了合法性 把它烧成了一个空壳 最终在1991年8月 轰然崩溃 这一探索才智和道德之旅 绝对是20世纪最后一个 伟大革命的核心内容 好 我老觉得这个时间是很不够了 那个1991年11月 戈尔巴乔夫直接告诉 这个美国基督教使团的代表 他说他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被传为他是一个秘密的基督徒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秘密的传闻 是可想而知 接下来呢 这个苏菲埃主席团主席 卢本可和戈尔巴乔夫下面的对话 很有意思 这段对话呢 也是没有人知道 我们把它披露一下 卢本可插话对戈尔巴乔夫说 但是总统先生 您说您不是基督徒 可是如果总统厌恶背叛行为 同情人民 鼓励自由 尊重人权 推动善行 那么以行为来说 您可能已经是一个信徒了 对这个表述 戈尔巴乔夫是笑着回答的 他说 我不否认我是这样 我必须承认 长期以来圣经 给我很大的安慰 这原话 戈尔巴乔夫接着表示说 忽略宗教信仰 是一个社会的巨大的损失 我也必须承认 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 重大问题的处理 基督徒比我们政治领袖 做的要好得多 戈尔巴乔夫感谢美国基督教使团 将要为苏联提供的帮助 包括把这次会面的信息 带给美国的成千上万的基督徒 同时全力向苏联提供精神上 物资上的资源 他说他深受感动 他说我们正在学习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 不需要上帝的帮助 也需要人民的帮助 我再说一遍 我们正在学习 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 不仅需要上帝的帮助 我们也需要人民的帮助 人民和上帝 具有道德精神高度的戈尔巴乔夫 确实身体离行自己的信念 他在这次会议上 戈尔巴乔夫对八月政变 做出了评价 做出了评论 他指出八月政变的策划者们 对他们的严惩是必要的 但是他接着就指出 为了防止不正当的报复行为 八月政变的三天就被粉碎了 避免了动乱 这是个奇迹 他说呢 他说呢 要防止不正当的报复行动 这个是很动摇的 政治上的敌手 尤其共产党国家 那是你死我活的 但是在苏联避免 避免了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你可以说粉碎八月政变 是一个豁然事件 但是没有疑问的是 粉碎八月政变行动的背后 有坚实的精神资源 从上到下 我要说一说 这个全民回归基督教 苏联全民回归基督教 我为什么说回归呢 因为基督教在苏联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对吧 苏联是不是要真正的 要需要基督教呢 美国代表团 实际上也是有这样的疑问的 但是他们是报夷而往 独信而归 他们其中有一位写道 当我回归 回顾俄罗斯之行的时候 所有的事情当中 一个总是挥之不去的 深刻印象就是 我一生当中 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身上 见过像这些俄罗斯人那样 对上帝如饥刺客的追求 他们又说 我们一群北美基督徒 被邀请来做政府的顾问 讨论灵性问题 这件事本身就是新时代的标志 关于俄罗斯回归一千年 一千年的政教 东政教传统 这个我举几个例子 在苏联的社科院 1991年的秋天 政府突然停止了 给社科院的所有的津贴 91年秋天 没钱了 研究员们不知道 自己的下一步的津贴 工资到哪着落 他们在困境中为了求生存 他们求助于谁呢 求助于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在造动的人心中 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其实在这个代表团 到苏联访问之前 已经有一个美国 由其他知名人士 组成的美国基督教代表团 已经访问过苏联 士科院 而士科院的正在于 这个基督教代表团呢 研究协商成立 研究基督教的科系 第二个例证 苏联权威机构 真理报也是一样的 当他们1100万份订阅量 一直降到70万份的时候 入外记者减裁到 减裁了五分之四 报社雇员减裁到 三分之一的时候 这个完全失去幸运的 这个宣传工具了 很期待的像他们 对立面也是福音派 是都挽回幸运 所以他们说 唯一能够让我们的国家 能彻底免 彻底避免解体的力量 就是基督教的观念 还有很多个例子 我最后宣布一个 就是他们的调查的 一个信息 就是说 国际监狱团企的尼克的调查 是1991年的苏联 神父已经得到百姓的尊重 民意调查显示 苏联人民愿意相信 东教领袖的程度 比相信政治领袖的程度 要高多少倍呢 高八倍 高八倍 这是当时整个苏联的名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